台风木兰地前脚刚走中台马勒卡接力报道 这次换东部和北部地区必须严正以待 气象局在16号早上8点半发布了马勒卡的路上台风警报 花东地区首当其冲 偏北的方向通过我们东边的近海的方向北上 目前气象局发布海上警报区域是巴士海峡 东南部海面 东北部海面以及北部海面 至于路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台东地区 虽然是插边球擦过台湾 但马勒卡时机暴风半径有50公里 目前以时速22公里向西北转北北溪前进 预估东部和北部在16号中午过后就会感受到台风报道 17号星期六一整天影响最明显 我们预估今天深夜以后到明天一整天 尤其在明天的白天一整天 都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中秋廉价 台风接连凑人 有没有机会一睹一轮明月高高挂呢 北部赏月指数40% 中部南部机会比较高70% 东部则是没有机会看到月亮 提前做房台准备比较实在 记者温玉萍 江长明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